地上感谢韩 市议员钟景田甚是感谢 那这一次发放的对象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中低收入 是边缘户 政府体制内没有办法申请帮忙的这些居民 那这一次最主要是台板桥净土院基金会 那今天陈会长 秘书长都来了 因为他已经两年来做过三次的这个捐赠的活动 那这次我提供的边缘户 他们比较特别是说 这个政府都没有照顾到 那我们是不是把物资增加一点 我说感谢你们 所以他们的爱心 让这些居民能够比较温暖 我刚刚特别提到疫情的关系 生活真的很困苦 那也感谢净土院基金会 长期来对我们基隆这些低收入的爱心软心 希望社会大众共同来照顾这些市民 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快乐 就是把爱分享出去 将法会物资分送给需要的人 不受法规限制 这次我们的净土院刚好有办一场法会 然后我们总共有一千箱的物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物资分送到各处 然后结合议员地方上的人脉 分送到各区域可以给更需要的人 净土院抛砖引玉 希望未来有更多人一起照顾弱势 让他们可以感受更多社会的温暖与支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